没有错 这是家务分工台颁表 家务分工 这个家是大家的 每个人都有责任分担家务 这样你们回到家 比较会有归属感 那如果我们没有做的话 会有处罚吗 处罚 对啊 我之前打工的时候 如果被分配的事情没有做好 就会被扣薪水 或者是要花钱请大家喝饮料 所以呢 大家都很怕被处罚 就会拼命地做 不会啦 干嘛要处罚 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没有处罚 没处罚 没有处罚 干嘛 大哥 想到哪里去 大嫂 我刚回来嘛 就是有点尿急 所以我上厕所 完美落地 爸 我要学意大利文 我真的觉得你们很不懂事 妈妈跟阿嬷年纪多大了 你让他们一直做家事 要做到七老八十做不动了 才停吗 你觉得这样应该吗 不应该 你说得对 我会要他们多分担一点家事 就按照你的分工表做 好吗 吴智良 我很不明白 你娶我进来 是要来你家当佣人的吗 当然不是啊 我怎么舍得 洗完我还洗 好 吴智良 对不起 是我想的不够周到 不要道歉了 好 反正以后所有的家事 我都会想办法一起帮忙 好不好 对不起 是我设想不够周到 不要生气了 好 就是 明天 我 吴智良 老 吴智良 你 他